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码動足心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重码動能大呼籠盤的盤後 這盤視頻 好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122點 歐利西漲2.14點 頭朋友今天的氣氛比上禮拜好多了 雖然說也是台積電在那邊漲 其實如果說你扣掉台積電的部分的話 其實指數也沒什麼漲 但主要是歐利西 歐利西在上禮拜我拉出了蠻長的下影線 今天又出了一個紅黑棒 而且這紅黑棒是把禮拜的高令給收掉了 頭朋友其實這個地方應該是短線上 短線上其實它還是什麼 跌升之後的反彈 頭朋友這個線型跌是這個反彈 你該不會跟我說這就是大逆轉 剛好扣零大逆轉 你要不要大逆轉 其實你還要先怎麼樣 你要先站回季線 也就是說這是跌很深之後的反彈 那反彈回到季線之後 三分之後還有線是往下壓的 所以其實也不用看得太好了 畢竟現在還有疫情對不對 其實還是一樣就完全各無表現 那各無表現當然那種比較偏弱勢的 他們有比較偏弱勢的股票 我會建議就是那種什麼破到季線 那法人都沒買的 那今年前景怎麼樣的不知道的 我會認為如果說有彈起來的話 你還是一樣做太多疫情的動作 就是能換股就把它換股 你換成方向往上的 就是那種均線往下方向往下的 然後法人在賣的 那個有反彈起來就是把它出一出 換股啦換到什麼 換到法人有在買的方向是往上的 基本上是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其實操作就是一輪圈來抬到流強 那指數其實就這個樣子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剛剛我看了今天的疫情報告 今天本土是17地 今天本土17地有在往上升的 因為桃園那邊的事件 連棒也看那邊 然後現在又吸體的部分 吸體牛排 所以這個地方有點擴散 所以還是一樣 請大家你出門要做好防護 好不好 出門要做好防護 然後天氣又冷了 多穿點衣服做個保暖 身體健康最重要 好不好 身體健康最重要 你賺再多的錢都買不到健康 好不好 來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個股的部分 好不好 這加幫回到什麼 我回到機械 然後今天拉了一根紅鎂棒 他是法人有買嘛對不對 外資投信上禮拜我也是買 只是買的部位沒有說非常多 本來就是這是去年賺4塊 今年是有機會賺到7塊公司 然後盤爛嘛 盤爛就是回到機械 回到機械 這個地方開始在做反彈 我認為這個現行 機械這邊如果有撐的話 有撐的話基本上是還有機會 畢竟他是有基本面的 沒戲嘛對不對 再來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主意是什麼 比較明顯主意就是Mini LED的部分 Mini LED我們現在已經分析了一整個禮拜 這是今年蘋果要主打的這個部分 去年八百萬台 今年呢一千五到兩千嘛 反正就是double嘛 去年為什麼沒漲 因為中國到那邊沒有搶單 不過呢搶單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訊息就是 他們的進度有點落後 也就是他們認證是落後的 那認證落後蘋果不太可能等你嘛 我產品要出了嘛 所以呢所以就是他們都完全delay了 那我連delay的話就是台場這邊 單子沒有掉甚至怎麼樣 單子沒有掉甚至還有加單嘛 所以呢所以像什麼負財 台表科啦跟什麼 跟惠特的部分就是 投信跟外資 外資投信主要就是買這三支 那如果買這三支那你要怎麼選 我相信這個我們上禮拜講過就不在多數了 反正我們結論就是選什麼 選台表科嘛對不對 那這是台表科到目前為止的線型跟籌碼 投朋友其實抽到籌碼 不管是外資投信基本上都在比較多方 然後剛公訴出來的大歐儲比率也是往上走 然後呢投朋友他之前高點是11-11對不對 投朋友他今天收11-11 他明天再開高一下的話 只要開高一點點的話他就上去囉 那上去的話剩下高點就只剩之前的15級囉 沒錯吧去年賺12 今年呢今年保守賺15嘛 保守賺15的話好一點的話可能會賺到17塊 但是有沒有現在盤喔盤盤盤有點正啦 我還是建議說如果說你的風險 程車什麼都沒那麼大的話 看能不能做做短線有賺就什麼樣 有賺就有賺就可以閃人啦 不能說有賺閃人就是你做做短線比較安全一點點 因為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大零轉還有什麼 還有航運嘛 就今天呢今天航運哇出個利空哇 沒叮噹啊還往下跌 所以呢所以就這地方 有沒有那種疫情的部分喔 它是屬於系統性風險 是我沒有辦法跟你分析的 好不好你說基本面的部分哪有什麼問題 發呆報著就好啦 但是你說疫情的部分 它上禮拜還給我 哇 我是不是說它達到一二級 一三一二級基本上應該算是鐵板去對不對 它上禮拜竟還可以關到一二七 一二七啊 哇這到底是怎麼抬 就是你還可以 你這種經典金說可以賺到15到17 結果你還可以從一四級一直殺到一二級 就是疫情的部分嘛 大家會怕一直往下掉 所以這種非理性的沙盤 那我沒辦法控制 我沒辦法跟你控制啊 比如說盤中都會傳嘛 傳出來怎麼樣的 可能今天的人數有多少 結果出來是什麼 出來結果是什麼境外的 我記得那天好像本來是傳說本土的幾個 後來出來是境外的 就是數字喔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 那個秘密喔 好像秘密為什麼都不是下午才知道 就是它公佈那個確診 就是本土還有境外那個數字啊 我相信 如果說你有家外面的LINE群 你應該也非常清楚啊 盤中就會在傳 幹嘛 不用等到部長開下午的記者會啦 盤中就知道今天人數差不多多少啦 盤中就在傳了啦 所以如果說數字有 比較大幅 比較有點失控狀況的話 那盤 早上的盤面就會開始動 所以這種東西我沒有跟你控制 但是 如果說你要買的話 如果說你會怕的話 你就慢慢觀望 你就慢慢觀望好了啦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買的話 我還會建議說 因為有這種外在的條件在這邊 外在的情況在這邊 就是疫情 這個不可控的東西 所以呢 所以要買就買有基本面的 有賺錢的 反而在買的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不要買 不要搶反彈 不要搶反彈 線型爛的鑰匙 出一個報告跟你說 會大長特長你真的相信 那搞不好就一天沒有了 一天出個報告 短天課充電器 隔天到處玩 沒有了 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那我線型已經壞掉了 我線型壞掉了 我說真的啦 這個東西最實在的 這個叫籌碼動人 籌碼不會騙人 動人也不會 動人就是線型的部分 這個也不會騙人 這些東西不會騙人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是看這個 光看走是什麼的 他就可以怎麼樣 我穩的做 我穩的賺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是不會騙人的 應該沒錯嘛 頭髮我問你啊 不管你買幾張 影響到你賺錢還是賠錢 是什麼東西 是股票的價位 價位 你知道嗎 不是量人 不是什麼 今天量多少 那個東西都不重要 你懂什麼 量其實 但是說真的量其實不太重要 比如說什麼什麼量 什麼量先價型 價先量型 量其實不太重要 只要股票市場 只要股價一直漲一直漲 它就會有人衝進來買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想賺錢 你看到 你覺得這次股票會幫你賺錢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它的量出來了 哇這量好大量好大量 所以這次會賺錢 不是嘛 是你看到這個價格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哇這個價錢一直在漲 對 影響到主力賺多少錢的 都是這個價格 不是量人 你都認識嗎 量人只是它是買多少張而已 價格才是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賺賠的因素 價格 所以你看這個價格 它的價格就告訴你 它好像要上去 當然你說台表科表哥我不喜歡 早上買表哥 晚上會不會做大哥 不知道 沒有要賣負財 也可以 只不過呢 只不過負財好像 表哥明天要創新高 負財明天會創新高嗎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只不過你用今天腳踏來看的話 就是 就表哥稍微強一點 不是嗎 惠特 惠特比較貴嘛 你錢多的話這三隻都買 不是嗎 我連線就這樣講 錢多三隻都買 拉一隻就會另外兩隻就會動了 都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選的話 就選那個baby最低的 好不好 另外一個 這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的 棉花的指數 對不對 有沒有 今年的原物料 基本上應該會漲 原物料的部分 今年 今天原物料如果會漲的話 那你要看現在到底什麼東西在漲 現在基本上的棉花在漲 棉花已經創新高了 為什麼 美國在那邊下雨 下大雨啊 棉花欠收 然後呢 然後新疆棉都不能用嘛 所以供給的部分已經去雷大塊了 供給去雷大塊 新疆棉不准用 不用 然後原來的產地 基本上現在又欠收 所以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就掌戒啊 怎麼辦 那台灣原價公司 除了有這個棉花漲價的這個 社會的題材以外 他有什麼 他有點政治的色彩 為什麼 因為他台南有很大的地啊 26萬坪啊 那個 價值開發下去喔 是350億啊 而且呢 而且今年不是要選舉 年年不是要選舉 你一定要選舉的話 對不對 就這一塊 這塊開發就350億嘛 如果有弄出來的話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想把它弄出來嘛 為什麼 要選舉嘛 想連任嘛 不是這樣子嗎 每個市長 我選完一任 當然想辦法連任第二次嘛 但是你要做出遠東西給他看嘛 那做出遠東西給他看的話 就這一塊啊 科學園區不是嗎 人的科學園區啊 配合什麼 配合大型的購物中心啊 開發價值350億嘛 所以這個你就慢慢看就好了 那你不買沒關係 我再跟大家分享 不是叫你買 好不好 你不用來幫我公股票 頭銜已經買了兩萬多張在那邊等了 你自己看一直買一直買 他這邊還1800 現在已經多少兩萬三了呢 買兩萬張啊 買了兩萬張 他也不拉 反正我就慢慢買就對了 為什麼 選舉在年底嘛 但是等我買滿了 他飛上去不知道 反正就這樣子嘛 我就買啊 我錢多我就買了 買到什麼 買到開始發動為止啊 啊後面會發動 我就問你嘛 頭髮我就問你嘛 你手中有兩萬張股票 你覺得這個地方我都還沒賺到錢 你後面希望要幹嘛 我就問你這樣就好了啦 我就問你啊 如果說你這個股票你已經買了兩萬張了 我不知道你要買多少啦 但是 你這個股票你已經買了兩萬張了 你希望他後面怎麼樣 啊 你希望他後面怎麼樣 啊 繼續放著不會動 還是 啊我就可以作家的人啊 我買兩萬張後面 我再花個兩萬張把他拱上去 把價格拱上去 我這邊兩萬張賺大錢 啊不是都這樣子 股票市場不是都這樣子嗎 所以就是 本身本業有賺錢 又有業外 這個業外要欠得到什麼 這個業外欠得到 欠得到年底的選舉 人家的政績啊 所以 你可以多留意啦 然後頭戲你就買在那邊等他了啦 買兩萬張 就想想看你買兩萬張的股票 你想幹嘛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我們做個結論 基本上我們想來是一個操作方法 當然現在外面的世道比較亂 當然是疫情的部分 我沒辦法跟你分析啊 他明天到底確診人數多少 我哪知道啊 會不會失控 我不知道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我只能跟大家說 你做好太弱的理想要動作 線型已經壞掉了 什麼破季線啊 法人開始什麼大清倉了啦 那個有彈起來 彈起來就是你就把它粗粗掉 我的看法就是粗粗掉啊 你不要想說什麼 他跑回前面的高點 你被那麼多條均線壓著 其實不太容易上去啊 好不好 小商都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 有沒有 小商你不要想說股票買了 我就要什麼賺錢 沒賺錢我就不肯出 啊如果後面繼續往下掉了 啊繼續往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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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會出了殘血投資 有沒有 主票不是這樣做的啦 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用 等 等價或是等值的換股方式 去把你的股票提供到一個最佳狀態 今年的過年年假差不多有九天 對不對 有九天啊 說真的那個要賣的 基本上都出差不多了啦 要賣的 要走的 不想報的其實出差不多了啦 剩下現在再玩的 基本上都怎麼樣 有在裡面玩的 都有準備報股過年的打算 當然如果說 這個好恐怖 不想報股過年 那就算了 你就做多短線 如果說以我的角度 我認為說 你有些可以抱著過 抱著過年 就是那種每一筆偏低的 你一樣可以抱著過年 但是如果說 我真的會怕 做多短線 還沒死啊 那些有些搶的股票還沒死啊 你可以做多短線嗎 也就是還是一樣啦 操作的方法 有方法就會呢 就有下一支 當然心法也是一樣 跟著打我走 超飛鈴友 喜歡分析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 我期限度大明天超順理 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中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股104年金管投股新資地009號